据说曹操巴了四十五里藏冰洞,但这一传说至今仍为谜团,北宋地理总治太平环女纪中称,武德四年公元六百二十一年,尹川郡守住许田,雾坠一洞,行一日不见头,守腹机,洞中见素也。 又在,子环父曹操智力屯田,至于尹川郡造一洞,船为数十里,可参下战车,一切黄油,勿小真儿,这些史料和民间传说是相吻合的。 徐昌民间关于藏冰洞归纳起来有三种说法,第一种说法,曹操为了隐身,住在影殷城的曹操巴暗道秩序都,方便自己秘密监视天子。 第二种说法,专运军队,曹操邀关羽掠军,号称八十万大军关羽之道其只有几万而已,原来是通过暗道循环上校场的,还有第三种说法,藏冰。 曹操为了隐藏野心,把精兵藏在地下,这个藏冰洞的入口在尹川郡影音城,县委都区境内,出口在许都玉秀台下,究竟哪种说法靠谱,就等发现有立证据,或者使学家去好证吧。